是台湾的一个电信诈骗案 也是我们团队负责人 这个石屿陈律师 为本案的第一被告张某 做辩护的一个案件 同时他也是我国的一个指导案例 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案情 然后分析一下这个案件当中 涉及到的电子证据的 这样一个问题 本案的这个被告人张某 等52人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和肯尼亚 参加对中国大陆居民进行的 这个网络诈骗的这样一个犯罪集团 在实施这个诈骗过程当中 这个被告人的分工 明确到他已经可以形成一个 完整的诈骗链 然后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他是如何分工的 有一部分人负责打电话 打电话对这个被害人 谎称有快递没有签收这样一些谎言 然后接下来有一部分冒充 冒充这个快递员 接下来有一部分人 在冒充官人员 检查人员 最后呢 回归到这个前上了 欺骗这个被告人进行转账 到这个指定账户 到案发的时候 这个张某等这个被告人 通过上述的这个诈骗手段 骗取75名 被害人 钱款共计2300万余元 这个案件啊 说句实话 它是一个侦察机关 做电子证据提取 做的比较完整 做的比较好的一个案件 关于本案涉及到的这个物证 包括这个手机 电脑的电脑啊 这样一些电子设备 因为这个案件当时是在中国管辖的 肯尼亚把这个犯罪嫌疑人 遣返回我国的时候 就把这些物证 同时的移交给了我国的这个公安机关 但是呢 检查机关啊 为了保证这个证据的客观性 关联性和合法性 这样一些问题 他就对公安机关提出了一个意见 要求对提取的这些电子证据 进行无损的这样一个鉴定 提出这样一个意见之后 发生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电子证据的这个无损鉴定的 鉴定的起始时间啊 基准时间 晚于犯罪嫌疑人归案时间 近11个小时 那么这里问题就来了 这11个小时之内 我们谁也不能够确定 这里边的电子证据 是否有被增加删除 以及修改这样的情况啊 后来呢 这个案件呢 退回到公安机关 进行补充侦查两次 在最后的最后 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 司法电警中心 重新做出了这个无损鉴定 才确保了本案的电子证据 一个完整性和真实性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 我想提一嘴 这个无损鉴定 刚才提到的这个无损鉴定 它是什么意思 在开场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周律师也提到了 电子证据需要保证 它的客观性 那么在境外提起的这个 提取的这个电子证据 它最终出现在法庭上 这样一个过程 它肯定经过了人为的 这个收取 保管 收集 检查 这样一系列的环节 到最后出现在法庭上 我们为了保证 它的这个客观真实和完整 做的这样一个鉴定 叫做无损的这样一个鉴定 这个是本案涉及到的一个这个电子证据的提取的一个问题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总结一下 在这种境外的这种网络犯罪案件当中 电子证据它审查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律师应该对这一系列的问题注意的点是什么 分为三点讲 首先呢 一是要审查这个电子数据存储戒指的真实性 具体来讲是什么意思 通过审查存储戒指的这个扣押 移交等法律手续及清单 核实电子证据存储戒指在收集 保管 鉴定 检查 这样一系列环节当中 是否保持原始性和这个同一性 第二个问题呢 是要审查电子证据 它本身是否客观真实以及完整 通过审查电子数据的来源和收集的过程 核实电子数据是否从原始的存储戒指中 提取收集的程序和方法 是否符合这个相关的这个法律规定和技术规范 对境外起货的这个存储戒指当中提取恢复电子数据应当进行这个无损鉴定 将起货设备的这个时间作为鉴定的起始的这样一个基准时间 以保证电子数据的客观真实和完整 那么最后一点呢 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审查电子数据内容的真实性 具体来讲是怎么审查 通过审查在案的这个言辞证据能否与电子数据相互印证 不同的电子数据能否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相互认证 核实电子数据包含的这个案件信息能否与在案的其他证据进行相互印证 这个是我所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在电子证据审查客观性过程中 我们备合律师应该注意的一些点 好 我对这个案件的分享呢就到这 那么请两位律师有补充的观点看一下 这个案件啊 有很多典型的问题 这个案件也是后来出台的这个人民检查人办理相关案件的这个规定里面 他也起到了一定的意义 这个案件呢是最高检当初的一个第67号的一个指导性案例 这个案例里面着重讲明两个问题 就像刚才李洋律师所讲的一个污损鉴定的问题 因为他是从台湾那边 他不是从台湾那边抓过来 他是从肯尼亚那边 这个被告人啊是在肯尼亚那边有窝点 他们呢是这个是通过这个肯尼亚的警方啊把那个被告人他们抓住的 抓住之后呢他们就被关押在了肯尼亚的这个看守所里 之后呢才移交到咱们国内 那相关的这个证据 这个物证啊就是那些移动硬盘手机电脑啊也是 那个时候就已经扣押了 然后之后呢又移交过来 那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从境外扣押封存 当时可能都没有封存 从境外扣押之后移交到国内 那中间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增删改啊 证据动态流转环节当中啊 有没有出现这个空白 那从前来看他应该是出现了空白 所以他最后通过这个鉴定的方式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通过鉴定呢 就是说这个硬盘啊这个手机啊 他在那个时候 他是从扣押之日起啊 就是从他们归案时间以前 这个东西就没有改过 那所以里面的东西他是真实的和完整的 如果要是说这个无损鉴定啊 他是在他们归案时间以后的一段时间才做 那这个这个鉴定可能就有问题了 因为他仍然无法保证在那个归案之后 到真正做鉴定的起始时间中间的那个空白间隙 有没有发生这个增删改的可能 这个是无法保障的 所以这个无损鉴定这个起始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啊 这个案件里边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就像刚才所讲的那个关联性的问题 因为每一笔犯罪额啊 进到他们这个电信诈骗的这个窝点之后 怎么确定这个 这个这笔数额就是那个被告人骗的 这个中间这个关联是通过什么呢 他是通过这个这个案件里面有一个证据 是他们用的一个网络电话叫Skype聊天记录 通过这个网络聊天记录 还有Excel表格 World表格 以及这个网络电话拨打记录的清单 当时在那一那一那一时间谁拨打了电话 那一时间呢 那个他们那个Skype聊天呢 谁和谁通话了 谁和谁记录了这个事实 然后哪一笔钱又进到了这个他们指定的先账户 就是通过这样综合认证的方式 最后认定了哪一笔钱是哪一个被告人的 那么对这对于我们辩护人来讲 可以关注的问题呢 就是这些关联性上是不是存在问题 那么这个通过认证的是不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那么这个数额上就是我们的突破 这个案件真的是挺典型的案件 因为他们在这个发布指导案例的时候呢 还专门进行了指导 就是说在电子证据在审查的时候 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去进行审查 刚才李洋律师也讲了 这也是我们后来这个电子数据规定里边的好多详细内容 基本上都是沿用的这一套东西 所以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 看一下这个案件 好 那我简单说两句 因为这个案件呢 我印象也比较深啊 这个案件 因为这个案件呢是这个可以说我这个这个做律师之后啊 到这个施育权项面团队啊 协助施律师做了这个起码是前三个案件啊 第一个异图宝啊 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案件啊 所以这个案件印象很深啊 这个案件确实这个 我记得这个当时这个这个月这个卷的过程中啊 确实这个检察机关做的这个工作啊 特别细啊 其中呢我记得印象比较深呢 不光这个电子证据做了细啊 这个记录啊 相关的你刚才说的skype记录了 聊天记录等等这些做了细 关联性上做了细啊 而且这个关于这个出证记录 而且这个出证记录也是证明这个单个嫌疑人 也是关联性啊 对啊 单个嫌疑人这个犯罪额的这个重要的一个认定标准 也就是在这个数额啊 这几起诈骗数额发生的时候 你在不在现场啊 只认定这个 我记得当时这个检察机关做的确实是比较细 既包括调了咱们这个边境的相关的这个出证记录 而且调了这个香港的 对啊 因为很多时候有转机的 有转机的啊 所以说这个工作确实做了细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律师来说啊 这个案件作为指导案件 对我们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啊 对于今后这个办理这个设电子数据的相关案件 尤其这个案件中涉及到一个无无损监令啊 无缝衔接的一些问题 那么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 执政过程中我们要要看那些 对要找那些有缝的单啊 对啊 这是无缝我们要找到有缝的 对这来讲 做的比较规范 确实是 没有什么问题 哦 刚才你说到那个出入境的问题啊 这个 在这个跨境的电信诈骗案件当中这个出入境最后就往往成为指控他犯罪数的一个关键标准 那么出入境的次数 就就是这个这个案件的一个关键啊 那有些案件呢 出入境的这个这个这个证据啊还是有问题的 你比如说他这个从北京去了香港从香港去了这个马来西亚从马来西亚又去了新加坡又从新加坡去了那个其他的地方 他可能这一次他转了好多地方 对 这 但是这个他只能叫一次出境记录 因为他转了很多国家 他转了那哪些国家在哪个国家诈骗了 在哪个国家在哪个国家的窝点进行诈骗 你是在新加坡诈骗了 你还是在马来西亚 你还是在缅甸 你还是在泰国 这个必须都要有关联 如果要哪一个证据没有实现关联 那就有问题了